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到五晚上六點 焦點短打 我是港人港地的執行總編輯許少基 昨晚節目跟大家說過 美國聲稱為了維護自身安全和利益 多次派出軍隊或無人機 潛入別國國境殺人 節目播出後 我們收到不少訊息 希望我們再講多些例子 解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到底是如何維護國家安全的 對此本人當然樂意再和大家分享 美國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方法 也認為我們可以多參考國外的例子和手法 畢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早就告訴世人 為了維護國家安全 措施和手法必須大刀闊斧 力度夠強而且迅速果斷有效果 第一個要和大家分享的例子是零鏡計劃 單單說零鏡計劃 大家或者忘記了是說些甚麼 但如果提到斯洛登三個字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印象 零鏡計劃是一項由美國國家安全局 在2007年開始實施的秘密電子監聽計劃 目的是監聽任何美國地區議外人士 和任何和外國人士通訊的美國公民 而監聽的名單也包括時任的德國總理 默克爾等多國政要 揭發計劃的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僱員斯洛登 他在2013年5月在香港將資料交給英國衛報的記者 斯洛登亦因此被美國通緝 而要遠走到俄羅斯避難 為了維護國家安全 美國不惜運用科技去監控全世界 當中更包括自己的公民和外國政要 為了維護國家安全 美國視個人私隱和別國的國家安全如無物 同樣為了國家安全 美國至今仍然通緝斯洛登 第二個要和大家分享的例子 是網站維基解密和他的創辦人阿桑奇 維基解密在2010年公佈數千份美國政府和軍方檔案 揭露了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中的各種罪行 和斯洛登一樣 阿桑奇因此受到美國政府的通緝 一度在阿瓜多爾駐倫敦大使館 那裡躲藏了九年 直到2019年被英國的警方拘捕 今年4月英國法院判決 阿桑奇是可以被引渡到美國 而英國的內政大臣彭代令 早前也簽署了命令批准將阿桑奇引渡到美國受審 阿桑奇一方已經就此提出了上訴 不過老實說他亦兇多吉少 一旦被引渡到美國 他最高是面臨175年的監禁 為了維護國家安全 阻止軍事機密和美國的罪行礙 美國不再說言論自由 更加不會再說新聞自由 美國就是要把阿桑奇運到死為止 直以阻止任何人出賣美國國家機密 第三個例子是制裁國際刑事法院的法官 2020年9月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蓬佩奧宣布 制裁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本索達 和國際刑事法院的首席法官莫喬喬科 理由是法院就著美軍 是否涉及阿富汗觸犯戰爭罪行調查 是不合法地試圖令到美國受他的司法管轄 有關的制裁直到拜登政府上台之後 才正式解除 為了維護美國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 美國拒絕接受任何國際仲裁機構的管轄 就連國際刑事法院要對美軍進行調查 亦要受到美國的制裁 這就是美國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方法 第四是濫用301調查 擴充自身貿易的優勢 大家耳熟能詳的中美貿易戰 現在與這個301調查有莫大關係 這個調查是由美國自身發起 調查、裁決、執行 基本上是美國應對與別國 貿易摩擦的最後武器 雖然世貿組織在1994年已經正式成立 但美國仍然繞過世貿組織發動301調查 對競爭對手發起單邊的制裁 沒錯 只要是美國認為會殊害自身利益 或者影響安全 美國就會將所有國際法 國際協議 國際組織的規定都視如無物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實在不能一一進錄 看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是如何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之後 我相信大家對國安兩個字 肯定已經有更深的認識 這些資料和經驗實在很值得我們參考 畢竟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 肯定是每一個國家的首要任務 舉世皆然 好 今集時間就到此為止 希望今天這四個例子 可以給大家有所得著 大家有甚麼話題想我分享 歡迎留言交流一下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到晚上六點 和大家焦點短打 明晚見 拜拜 拜拜